歡迎大家來到 ASMOS.com 這次我們介紹的 App 是一個食譜 App 叫做 The Photo Cookbook Quick and Easy 這個 App 很特別 每一道菜式都是一次過 給你看完所有製作材料 非常直觀 我們先按一下去看看 這個 Quick and Easy 比大家更容易 還有更快可以煮到你心想煮的菜式 它裡面分為四類 分別呢 動一動手指 是一個肉類 魚類 素菜類 還有甜品類 每一類都有15道菜 總共60道菜式 這個 App 大家看看上面 最頂部 它還有意大利菜 意大利菜 大家看到有灰色的地方 因為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再買 增加食譜的數量 這個是亞洲菜 亞洲菜有五道菜式 如果喜歡的話也可以再買 就是這樣 Baking 烤焗的那些 烤焗的那些 都有四道菜式 這樣 那 講一講這個 App 它那個最特別就是 首先我們按進去 如果找到我們想要的那些 例如這個 Pop and Rosemary Burgers 比如這一道菜式 我們按進去 你看到很直觀的 就是有所有製作材料 是的 那它連什麼醬油糖鹽 很細微的那些 都展示出來給大家看的 那就是大家做的時候 就可以有個比較 就是圖片裏面 比較到大家不同材料 那個大小是怎樣 那你做的時候 真的很直觀地看下去 就很信心做了 而且它展示給你看 那你都不會倒閉 都不會倒閉這些材料 怕有時候 忘記加糖加鹽 或者一樣 一樣 加多了糖 或者加多了鹽 加多了鹽 加多了少 就是會避免這個情況 很適合初樂者 其實是 最特別就是它本身 大家 在這個版面 這裡 按一下那個 譬如你猪肉 我看到 按一下 按一下那個 豬肉上面 畫面 它會有些 就是多些 資訊出來的 那是很好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會看到 多數它顯示了 它的原先是怎樣的 譬如鴨 這個洋蔥 那這樣 你可以拿著它 可以去買到 容易一點 就是容易給大家 拿著它的樣子 就可以去買到 你可以去車市場 或者去街市 買 就是容易點買到 這樣 就像薄荷一樣 別人不是切碎給你的 你知道買的時候 樣子不同 那它又 就是原裝 形狀 給大家看一下 就算你不太熟 真的不太熟 都不怕 你看看 大概你知道 要買什麼 回來 就做成這樣的 食材材料 還有它 每一個步驟 這些轉接位 重要的位置 那它又 就是同盟並謀 對 你看到 同盟並謀 這樣 怎樣去準備 做成什麼 做成什麼 最後當然 有一個完成 這個 必定有 食譜 那 如果你覺得 這道菜式很喜歡 你覺得不錯 那你可以由上 按紅心 就 變成 加到我的最愛 方便 下次再找 這樣 那或者 你都可以 看一看 它的營養價值 營養價值 那個 Nutrition Facts 是怎樣 或者你加 Ginox 還有它 右上角 有個按鈕 按一按 有個E-mail出來 E-mail出來 它列了 你需要的材料 那方便 你可以 E-mail 自己 或者朋友 其他東西 但是我覺得 這個就不太需要 因為 你有那個APP 你拿著iPhone 這樣 就很簡單 拿著手機 很簡單 那你就可以 走去買菜 都不用特別 是要再製作 因為有了 那些 就是有了 那些在那裡 有時候 如果你不太知道 怎樣買 不知道怎樣的 就是 描述給 小販 或者是 其實不太知道 你會告訴別人 原來是要買這些東西 那樣 你按一按 這個Rose Mary 是這樣的 就是拿著APP 就可以買到 送菜 是很方便 總括來說 這個APP 最方便是 什麼呢 最方便是初學者 或者 資深也好 資深的廚師 都可以 很簡單 就是很簡單 例如你看這個 Fish Good Juns with Chili Mayonnaise 原來要把餅乾弄碎 它有好處 你把餅乾弄進去 你看到 之前是餅乾 你知道 它是怎樣買法 這樣 所以 這個APPs很值觀 這個 這個APPs 所有材料 如果大家 是 想做一些美味菜式 很簡單 很快捷 那這個 就很推介給大家 因為它 一眼看完 那就最方便 這樣 多謝大家